第三十三章 在荣耀中显然 改变形象 耶稣带彼得、雅各和约翰 去到一座高山上祈祷 耶稣祷告的时候 神的荣耀降临在他身上 耶稣的脸光亮得好像太阳一样 旧约时代的两位先知 摩西和以利亚向耶稣显现 讲到关于他即将来临的死亡和复活 耶稣祷告的时候 仕徒都睡着了 他们醒的时候 见到耶稣基督、摩西和以利亚的荣耀 也都听到天父的声音见证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仕徒很害怕 都跌倒在地上 耶稣摸他们 叫他们不用怕 他们抬起头来看的时候 来自天上的使者都已经离开了 耶稣叫仕徒 在他死亡和复活之前 都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听 他们所见到的事 都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听 他们是否为了 都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